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關於一些回歸回基本步 現在經常講新經濟 新的技術 其實新經濟或者新技術 回歸回到最基本 都是講內容 例如KOL也好 或者是其他產品也好 例如KOL 例如我這樣 如果我說的話 對你們沒有幫助的時候 你自然就會不會看的 始終都是內容為王 那產品也是 如果做了一些產品 或者一些服務 根本客人覺得你是很差的時候 就會不會有翻頭客 就是那個回轉率就會很低 有一個做得最好 互聯網技術的人就是Amazon Amazon的主席就叫做貝佐斯 貝佐斯開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習慣 就是在會議室裡面 留了一張空的椅 那椅子是留給誰呢 他就跟別人說 這個就是留給顧客 為什麼留給顧客呢 就是說 他是重視顧客 他要知道顧客需要些什麼 他就去創造顧客所需要的東西 去滿足他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很強大的分析系統 用他的大數據去增強他的物流 增強他的後台 令到整件東西可以很準確很快地 將那件貨品給到他的客戶 其實內地有一個跟貝佐斯差不多的人 那個就是雷軍 雷軍都很注重一個產品的設計 或者顧客的要求 他們就創造了一些設計的粉絲團 他分開三種的 最高級的那種就叫明星粉絲 他改了一個名字的 廣東話就聽不出是什麼 他叫做榮祖兒 江榮的榮 一個小組的祖 兒童的兒 但是如果你用普通話說 就叫做榮祖兒 即是榮祖兒 他就可以參與新產品的研發 和試用 比較低一點的時候 那個就叫做米粉 就是小米的粉絲 大部分都是年輕人 還有都是大部分的主要的收入來源 第三等才是普通的客戶 那這些三層的粉絲 令到他們的產品就不會離地 就是說他知道那個反應 因為現在如果那個客的反應 你慢了知道的時候 就會被對手乘虛而入 因為內地的競爭是比香港大很多的 那內地流行了一句說話 就是說三樓的企業就是做功能的 二樓的企業就是做品牌 一樓的企業就是做靈魂 那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大家是買咖啡 你Starbucks買的咖啡 會是比其他都貴 和形成了一個文化 你要去Starbucks才是認 那這個是其他取代不了 為什麼短短這麼幾年的時間 Starbucks可以橫掃全球 就是因為他索造了咖啡的文化 我想大家要去 現在在這個新時代的裡面 就不要這麼單純去看普通一件產品 還要看它背後的那些客服 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是創造了一個靈魂 其實就是我經常說的就是IP 人你賦予了一個生命的時候 他就會有一個IP 有一個品牌 如果你沒有的時候 你會是沒有印象的 我經常都舉一個例子 金融小說裡面 最令人的感覺很模糊的 就是迫血劍 那個袁崇煥那個兒子 現在我都說不到那個人是叫什麼名字的 你想一下是多麼差 但你跟我們說神雕大俠 張無忌那些 很黑骨銘心的 反而反過來 迫血劍裡面那個那個 另一個 說回舊時那個金蛇狼軍 反而是還搶過袁崇煥那個兒子 所以就是說 你索造不到靈魂的時候 很難令到用家是會記得的 今天我就想說到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的 拜拜